24年来 中共一次又一次的扑灭民主火种 感言的知识分子 媒体人不断的遭到钳制与打压 对照中国大陆今年的六四 在台湾台北有一批大陆学生 选择登上台湾的自由广场 要求救责元凶 思考怎么实现中国人的民主梦想 音乐 烛光 中共天安门屠杀满24周年 台湾自由广场聚集人潮 要求救责镇压元凶 年轻联孔中不少是大陆学生 很久以前我蛮想参加的 可是以前是在大陆的话没有这个机会 然后来到这边 其实我们蛮多同学都想参加 主办单位说 这次有超过百位陆胜参加 他们与台湾学生的唯一差异 就是他们不能面对镜头 因为六四不但是中共禁忌 还适合会被报复抓捕的日子 纪录片导演杜斌就在六四前戏被秘密逮捕 处境堪忧 之前他挺身 以小鬼头上的女人纪录片 揭露马三家老教所 是如何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与访民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这是一部重要的作品 这部作品记录了中国老教制度 犯下的滔天罪行 也是反人类的罪行 永远都不能被人类所接受 因为我是一个人 我不能接受 所以说我才要做 我做了就不怕 怕了我就不做了 二十四年前 像杜斌这样敢言的人 曾经占满整个天安门广场 反对爆裂 当初他们抗议官方传声筒 打出民主人权标语 有人甚至以今天的泛友了 明天的呢 绝食表达改变中国的决心 天门广场可以占一百万人的 满满的都占满人的 那些人今天都还活着 都还在 怎么可能说中国人没有追求民主的目标 当然是有 只是因为环境被压抑在内心 六四学院领袖王丹 二十四年前的他也是温文儒雅 说话条理分明 永远记得广场抗争 镇压后被迫流亡的他 从中国到美国 在落脚台湾 在这块没有被吃花的土地任教 台湾本身已经有公民社会一定程度的积累 所以他们有更强大的跟政权对抗的力量 可是中国从89年以前到89年以后 都没有来得及积累公民社会的力量 所以就显得就是处于劣势 中国天安门壮景不再 别了像海外每年六四悼念 不断提醒中国内部民众 中共本质未变 二十四年前 中央美术学院等八所院校的 二十多位学生努力下 曾以四天时间完成一座高约十米 可以和集权者毛泽东照对峙的民主女神塑像 但却遭中共解放军一夕间推倒 二十四年后 中共仍持续镇压敢言人士 在许多天安门屠杀后出生的孩子 已经选择到台湾到年六四 在红色政权外汇集真相与正义 酝酿再一次树立前人的民主女神像